他们是这个物流公司 相当于是负责帮这个中国移动公司运输手机的 这个地方是他们公司的一个浙江省总仓库 仓库管理员告诉民警 仓库进出只有一个门 而且有保安职守 经过他们自己寻查 发现仓库的一堵墙 被挖了一个40厘米乘以40厘米的洞 他在那个角打的洞 民警发现墙体是用空心砖器的 这个洞勉强能钻进一个人 在地面上还散落着手机的外包装盒 因为洞的位置比较偏僻 民警分析可能有内鬼 后来是通过这个视频追踪 跟这个人员信息的梳理 后来发现了这个犯罪嫌疑人身份 仓库的监控显示 当天凌晨3点半左右 一个男子出现在监控中 他静止走向了放置苹果12手机的货架 然后把一大盒苹果手机捧了起来 男子走进监控发现 盒子上面还放了两部手机 之后男子就消失在监控中 仓库管理员辨认男子姓佳 之前在仓库打过几天零工 负责包装工作 第二天早上 民警在家某的出租房楼下 将他控制 家某没有想到的是 手机一步没有卖出去 就被民警给逮住了 我们也问了他 而且根据现场的这个痕迹来分析 是通过这个螺丝刀和剪刀的方式 这样子声音比较小 对 当时他也是花了三四个小时的时间 才弄了一个可以钻进去的洞 从监控中可以看到 仓库很大 里面摆放了各种品牌的手机 而且数量惊人 为什么家某只偷了32部苹果手机呢 手机全部都是苹果刷 对 是那边价值最高的手机 偷的时候是背了一个背包过去的 可能再多手机 这个背包里也放不下 不方便拿 所以才拿了这么多 就了解 嫌疑人家某有多次盗窃前科 这次又因为盗窃 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邮宝宝宏剑 记者报道